大家也关注到台积电要到德国设厂有谱了吗 先前外媒才爆出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兵推演练 如果说两岸开战 他们会协助台积电的工程师撤离台湾 在这个敏感时刻 德国媒体最新的报道也指出说 台积电将在这个月派团到德国考察 而且会选在德勒斯登这个地方建场 那这也是欧洲最大的半导体聚落 那不过目前还没获得德方 还有台积电的证实 德国媒体斗大标题写着 台积电计划在德国建场将在德勒斯登一带设厂 预计十月就会派团前往考察 而这里堪称欧洲最大的半导体聚落 又有萨克森矽谷之称 包括英菲林恩质普等都在当地设厂 欧洲这边在我们的客户方面就比较少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继续在评估之中 刘德印在今年六月 台积电股东会上才与代保留说 欧洲设厂评估中没有具体的方案 因为去年七月台积电原本证实有意到德国设厂 随后又说补助客户需求等都会影响到设厂的决定 没想到如今情势反转 日前外媒才爆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兵推演练 若两岸开战将协助台积电晶片工程师撤离 但为了避免北京取得先进的技术 恐采用焦土策略 摧毁所有台积电的基础设备 在敏感时刻传出德国设厂油谱 不免引发外界想象 不过德国政府也积极筹向半导体自主化 端出巨额补贴百亿欧元的支持措施 吸引各国的晶片制造商设厂 今年三月英特尔也宣布 富德设厂初期投资额约170亿欧元 但德国经济部不愿评乱台积电设厂的传闻 全球场晶片大战如火炉土展开 护国深山一举一动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三立新闻要超成李文